大家好 我是桑梅雷迪斯 欢迎收看本期的预测节目 今天要和我们一起谈论 欧元美元货币队的未来走势的是 丹麦银行的克里斯廷·达克森 欢迎你 首先我们看到 这周中国人民币继续贬值 股票市场下跌 欧元对美元是有所回升的 那么 达克森 你对于欧元美元货币队的 一个月的预测结果是怎样的呢 好的 对于央行来说 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 欧洲央行可能会让市场失望 他们可能会继续扩大QE政策的规模 这也将会继续影响到 欧元美元货币队的价格 但是 我们都认为 美联储的升息会让欧元美元汇率下降 价格将会来到1.08到1.13之间 本周 美元继续走强 第二季度GDP 耐用品 房价 各项指数都表现不错 那么 关于欧元美元货币队的三个月的走势 您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在未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预计 欧元对美元将会有所下降 价格将会来到1.10左右 剩下 我们就要仔细地来看看 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将会出台怎样的政策了 所以说 1.10的价格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有可能会延续到2016年 最后要说到的是长期预测 关于这个货币队的12个月的预测是什么呢 关于12个月的预期 我们觉得该货币队的汇率会逐渐上升 因为我们认为欧元的基本面会被低估 还有就是在未来 我们可能将会迎来美联储的升息 这样的话 欧元美元货币队的价格将会下降 以及我们需要关注欧洲央行在未来6个月 关于宽松政策的变化 所以我们预测未来12个月 该货币队将会来到1.15的水平 好的 感谢您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的预测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北电视 再见